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955集 咄咄逼人 这四个北脉天人 三男一女 那女子是个少妇 翘脸带煞 其他三人有两位是老者 还有一人则是中年 看起来很是俊郎 见眉心目有其独特的魅力 从相貌上来看 白小春见过不少长得漂亮的男胸 可与此人比较都差上一些 单纯长相上 白小春也都在看到后 心里觉得酸酸的 实在是这中年男子长得太过俊了 修为又高 墓中炯炯有神 足以让一切女修被其吸引 这一刻 西脉与南脉的众人纷纷退后 哪怕牵鬼子与灵仙上人也都如此 带着麾下修士 远离东脉 赵天驾与白林紧张 宋缺心中有些复杂 一方面他也紧张可一方面他又忍不住想要去看看白小春如何化解此事实在是他感受里这件事根本就无法化解 而北脉的天人估计也不敢斩杀白小春可将其爆打一顿显然是在所难免了 事实上宋缺判断的没错 云雷双子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传音了 所以才有了白小春刚一到来 北脉所有天人都齐刷刷降临的一幕出现 我一个人不好出手 可大家一起的话就没事了 云雷双子冷笑 目中寒芒闪现 白小春顿时压力大了起来 他虽心情不好 可眼下看到这一幕也都吸了口气 心跳加速 这九天云雷踪 不算云雷双子 此刻出现了四位 加上云雷双子的话 白小春也不知道该算是六位还是五位 可不管怎么算 他也都只能是被虐的份 更不用说天空上的水晶棺果里还有位半神 此刻他呼吸微宁 眼看天空上那四张面孔都看着自己 白小春心头叫苦 如果没有云雷双子在这里 他一定会一脸茫然的看着四周 要去帮助寻找到底谁是白小春 可如今 白小春只能深吸口气 目中开始发红 我堂堂天人修为 头可断血可流 但气势绝对不能走 白小春内心狂吼 猛的踏出一步 抬起头 全身气势骤然爆发中 一把搂住了旁边杜灵飞的腰 杜灵飞原本在一旁 也在考虑如何帮白小春化解此事 甚至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可还没等他开口 白小春就上前将他搂住 在杜灵飞的一愣中 白小春气势崛起 好似屁你天下吧 居然在搂住杜灵飞后 当着北脉所有修士的面 在西南两脉的围观下 在东脉的紧张关注下 直接就在杜灵飞脸蛋上 巴唧亲了一口 这一幕 顿时让宋缺等人傻眼 云雷霜子皱起眉头 其他几个北脉天人也都诧异 尤其是那位相貌俊朗的中年男子 更是呼吸猛的就急促起来 目中似有怒意就要爆发 媳妇 咱爹天尊大人已经走了 让我们在这里寻查 我记得北脉这里有我们师兄吧 快帮我引荐一下 怎么说我们都来到北脉了 要去拜见一下咱们师兄啊 白小春清了清嗓子大声开口 他话语一出 宋缺直接就吸了口气 赵天交与白离更是眼睛猛的睁大 脑海嗡鸣起来 而牵鬼子与灵仙上人也都一脸不可思议 云雷双子虽知道此事 可却没想到白小春这里居然如此无耻的 与自己宗门的半神老祖攀关系 其他北脉天人也都有些迟疑 实在是杜灵飞的身份让他们也都忌惮 心中更是对白小春这里甚感无耻 堂堂天人居然依靠女人 算什么本事 这白小春果然如传闻那样 阴险狡诈太不要脸了 面对众人的目光 白小春哼了一声 毫不在意 更有得意 琢磨着傻子才会在这里 明知道不是对手 还要硬着头皮去打 等待被打得半死的结果 杜灵飞身色略为不自然 脸一下子就红了 趁了白小春一眼 正要开口 可就在这时 忽然的一声怒吼 从苍穹猛的咆哮传出 白小春松开你的脏手 随着话语 有天雷轰鸣 只见那位北脉天人里 相貌俊朗的中年男子 此刻似怒法冲冠 居然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白小春而来 其天人中期巅峰的修为 这一刻毫不保留 全部爆发 好似一道要蔑视的流星 刹那间就到了白小春的进前 对于眼前这俊朗男子的突然爆发 白小春也都诧异 来不及多想 他左手猛的抬起 直接向着来临的俊朗男子 一拳隔空落下 哼的一声巨响 惊天动地 白小春身体退后数步 那来临的俊朗男子也面色变化 身体同样退后 与此同时 杜灵飞的脸上也出现了煞气 木然开口 大喊着冯尘你要干什么 灵飞 这小贼居然敢当我面对你亵渎 今日我必杀他 那叫做冯尘的俊朗中年 此刻目中怒火燃烧 指着白小春 杀极强烈无比 白小春有些发梦 听到此人对杜灵飞的称呼后 他眨了眨眼 看向杜灵飞 你们认识啊 杜灵飞正要解释 风尘仪再次一晃 冲向白小春 这一次 不但是他出手 其他几位天人也都目光一闪 竟同时走出直奔白小春 速度之快 刹那就临机 白小春呼吸跟着一拧 他感受到这几位对自己的杀机 而且四人同时出手 封锁了他的四周区域 使得白小春无法闪躲 危急关头 他猛的就低吼一声 身体咔咔声响 直接就展开了人山绝 汗山壮骤然发动 不死尽也随之展开 轰鸣中 更是五倍不灭地权 被他毫不迟疑的 直接施展开来 这片冰寒的天地 此刻似乎更为酷烈了 八方湖鸣中 那惊天动地的一拳 让北脉四位天人 也都为之色变 可却没有后退 全力出手之下 竟硬生生对抗 轰轰之声中 白小春身体猛的后退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云雷双子突然临近 这一次 竟是六大天人 联手镇压 先是从天意区镇压 如封了白小春 那天地内吸来灵力 使得其神通可大量施展的基础 眼看危急 白小春咆哮一声 体内一滴不死絮 凝聚 随时准备碎礼 他没有别的办法了 既然这些人如此欺人太甚 他只能去施展 那不受控制的神杀之法 你等三脉 立刻退后 白小春大吼一声 就要展开神上 而这一切 从北脉出手 直至现在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杜灵飞神情焦急 猛的看向水晶棺果 高声开口 周师兄 小妹带人到来 你就这样招待吗 试炼之地 生死有命 这是我父尊的规定 莫非你北脉 要公报私仇 几乎在杜灵飞开口的瞬间 那水晶棺果内 突然就传出了笑声 这笑声回荡八方 苍穹色遍中 一个少年的身影 竟无声无息地 出现在了天地界 他右手抬起一挥 看似无理 可却刹那间 在白小春 与北脉天人中间 凭空的爆开 轰的一声巨响 北脉六人 竟被直接压下 所有神通 身体更是被一股 柔和之力推动 倒退开来 可白小春那里 却不是这样了 他的神通被强行压下 推动之力更是狂暴 在他身上直接炸开 白小春闷哼了一声 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体蹬蹬蹬地退后 气息粗重 红着眼猛地抬头时 他看到了天空上的少年身影 内身半身波动 喊人心魄 白小春面色顿时阴沉 方才那一击 若非是他肉身强悍 怕是刺客 必定被重创 苍穹中的少年 看了白小春一眼 收回目光后 笑着对杜灵飞缓缓开口 小师妹 怎么如此和四师兄说话呢 罢了罢了 我也不去计较这些 来人 开启传颂大阵 送三脉修史 回其宗门 少年摇了摇头 随着话语传出很快的 立刻就有九天云雷宗的长老 开启了传颂大阵 随着轰鸣声回荡 千鬼子与灵仙上人 都恭敬地向这少年拜见后 带着麾下修士 走入大阵 传颂消失 白小春也深吸口气 压下心头怒火 带着宋缺等人 在四周北脉修士的鸡逢与冷笑中 在那几个天人墓中 没有掩饰的杀意下 正要走入大阵离去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一股比之前半时少年 还要强烈的波动 直接降临九天云雷宗 半空中的少年一愣 杜灵飞也都正住了 白小春等人立刻抬头 看去时 众人顿时就发现 居然有一个巨大的符文 凭空的从天而降 在半空中 这符文破碎 可却有撼动天地的威严之声 回荡八方 封白小春为使者侍卫 辅助通天使者杜灵飞 与北脉寻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